自從立陶宛和臺灣關係升溫互設代表處之後 中國就對立陶宛不斷祭出經貿制裁 甚至不斷升級 雖然日前立陶宛總統腦塞達曾表示 以臺灣為名開設代表處是個錯誤 試圖向北京喊話 但外交部長藍斯伯吉斯卻通過臉書說明 讓臺灣人使用對自己的稱呼不是錯誤 藍斯伯吉斯表示 來自臺灣的人希望被稱作 臺灣人這完全正常 也不違背任何立陶宛的國際義務或是協定 去年7月立陶雙方宣布要設立 臺灣代表處的時候 各界也沒有這麼多的質疑 但面對北京全面施壓 立陶宛外長的強硬態度 恐怕又會讓中立的關係更為緊張 面對遭中國施壓影響經貿的立陶宛 臺灣沒有坐視不管 立陶宛經濟創新部長亞穆奈特 11號與國發會主委公民心舉行視訊會議 公民心在會中宣布將加碼投資12億美元 促進臺利雙方產業合作 消息一出立陶宛挺臺議員馬爾德基斯 開心的在推特發文刷了一整排鳳梨慶祝 就是長官的負責任